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有一次做得更过火的事情 那时候不是点了菜吗 刚好服务员菜还没上上来吗 然后他就一直吆喝服务员 说赶紧上菜上来 等了很长时间了 就一直这样子吆喝 我当时就轻声续语跟他说 我说你稍微对别人服务员 态度好一点 服务员挺不容易的 毕竟这么多人看着呢 稍微有点耐心行不行啊 然后当时怎么样 他直接拍起桌子来跟我说 那你居然这么体谅服务员 那你来当服务员啊 你来给大家端酒扎菜呀 我觉得他没有把我当女朋友 就是他做出来的事情 真的很过分 实际上就是从成都再回来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变了 对 他在外面这样子也就算了 在家里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什么都要跟我争 还非要要面子 我们俩一起看那个新闻联播的时候 他那个历史讲错了 我稍微提醒他 我说你这个历史讲的 不是特别对啊 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就非要跟我争 就好像一定要跟我争赢了一样 我是女孩子 好不好 你非要跟我争 争一了又能怎么样呢 你是不是太要面子了呀 我在家里面看个电视 我都被你数落一顿 都莫名其妙的 你在外面的时候也是这样 在家里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有点莫名其妙 这么年轻两个人不爱了 不好了就散美 为什么非要强求在一起呢 这听着心里都添堵的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完全变了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不是忙工作 事业上的事情吗 基本上一周就要两三次 往酒吧里面跑 又要跟朋友喝酒 抽烟 打牌 然后吧身边异性朋友 也越来越多了 你把我当什么的 我是女朋友好不好 你身边那么多异性朋友 我也会吃醋的 我也会生气的好不好 不是你这创业 怎么创到酒吧去了 这创到什么业啊 因为有些客户 我接触的都是各行各业的 别人叫我去的话 我也是没办法的 明白吧 不太明白 就是客户都需要去泡巴是吧 可能是我们比较年轻化 那意思是我们都老年化 说白了我觉得他就是爱玩 然后吧又跟别人纠缠不清 没之前那么爱我了 然后吧 还跟别人纠缠不清 是你猜想的还是确有其事啊 我觉得就是纠缠不清 就是有一次我跟他 一起吃饭的时候嘛 然后吧他手机里面 还有别的女的跟他发消息 问他在干嘛 说什么天冷了 多穿点衣服 那你让我怎么想啊 我就觉得你 肯定外面有别人了呗 别人发什么 我也控制不了人家 对不对 也左右不了人家的思想 如果我心里有鬼的话 你还开得了我手机吗 我总不可能对人家客户啊 那些冷眼旁观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 你怎么解释呢 主持人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吧 好好好 就是有一次 我闺蜜去酒吧的时候 刚好碰到了他 看到他跟别人女孩子 一起喝酒 搂搂抱抱啥的 你觉得这是在工作吗 我觉得你就是 我去外地之后 你就变了呗 不爱我了呗 还老贴我毛病 说我无力娶闹什么的 那这个证据怎么说呢 你还说我朋友 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要是不给别人抓到把柄 你别人会这样子说吗 是不是 那件事情我已经跟你解释过 恩变了 对不对 当时是人家喝多了 我才服务一下人家 刚好被你朋友撞见了 你朋友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 还火上浇油 好好 对不对 那你自己好好解释一下吧 现在朋友圈的话 都挺干净了 之前他朋友圈里没记录 都是我跟他的点点滴滴 还有我们俩合照呢 你把我们俩合照 为什么都删掉了呀 你这不是有鬼 那你是什么呀 姑娘你觉得他在 向你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呀 我就觉得他现在就是 第一没有那么爱我 第二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外面 喜欢别人了吧 觉得我没有那么重要了吧 所以你是想留下 还是想走啊 我不知道 我现在看他表现 好 看他表现 还喜欢他吗 我问你直接一点吧 还喜欢他吗 喜欢 那怎么解释这些 别人喝醉你搀扶的行为 当时是很多一群人在那里 对 那个女生的话 是我一个客户 她是有男朋友的 当时她男朋友 她去处理别的事情了 我只是代替扶了一下 那怎么解释 把合影都删了呢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不想给人家营造成一种 我天天就是说 情情爱爱 谈恋爱的那种 不是 你过去的历史又什么呀 又不让你心发 这姑娘我听了要求 不是说心发什么 而是说曾经发过的 你删她干嘛 我是限制了那个 半年可见 她看不到了 行吧 听懂了 男生说我还喜欢 还爱 女生说得了吧 我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你很迷茫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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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